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是两点过一点 我们当时都正在家里睡午觉 我们家里的那些薄菇架的东西 就噼里啪啦的全部往下掉 人那个就站不稳了 就这样一下那边一下 才知道是地震了 跑下去的时候 整个天圈黑了 看那个场面现在记忆犹新啊 出发新闻 国家地震局的季时4点28分 四川人关在川线 发生8点零级大地点 具体位置在成都附近 直接受灾人数达到一天入晚 19227人于南 374643人受伤 损失影响之大 只是震惊 涂难受 三十三 实际上 证明 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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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瞎去吧 当初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是鸡毛信 第二个就是怀疑里面揣的那个遗书 就每每想起这个遗书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我们的很多战友 以及我们很多同事 在那一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人性 才是最美的 因为当初他们为了第一时间 穿越到我们的那些生命孤岛的一些地方 每个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皇帝们 党和人民 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这一区的老本地在驱犯着我们 我们的救援队伍冒似挺进汶川的时候 很多战士脚底下全是血泡 不要睡了 不要牵手 没事 跟我们聊聊天 1 2 3 在那时刻整个中国 把别的事都停下来了 唯有一件事没有停下来 就是把爱的力量传递到汶川 包括这一次你看我们疫情 其实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重大事情 让很多人都不理解 那为什么中国人 他能够在这一时刻能够临近在一起 我个人理解我们中国人 从我们的骨子里 从我们的灵魂深处 最深最深的东西 也就是家国情怀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在一直支持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从历史场合当中一路走来 所以我深信12年以后的汶川 他的感恩情怀 跟我们的家国情怀聚集在一起 他一定会成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我们民族精神战略 以及我们整个家国情怀的一个 文化的一个传播之地 如果是没有这个国家的话 我们今天这个日子 不会过得这么幸福 我作为一个汶川人 我会怀着一个感恩的心 好好的生活 珍惜生命 欢迎全国一直陪伴汶川的人 帮助汶川的人再次回来 当年他们的爱心没有百费 买水工买蔬菜买鲜肉买菜就是便宜 本节目由滴滴旗下社区电商 诚心优选联合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关心粮食和蔬菜 财富生活更有爱的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蔡老师 哈喽 来 早安 去选狗中学 没想到你跟我选一条线 对 你是第一次来对吧 我去是第二次来 汶川来过啊 我来过 我来的时候我还在读书 就是我爸妈带我来看那个汶川遗址的 啊明白 我是真正在这个 就五一二大地震不久 嗯 我就 随着解放军就进来了 啊 当时去选狗中学的时候 那是真的一片废墟 所以这也是您时隔十二年第一次回 啊真的 对啊 哇那真的是移民太非凡了 对 我一听那我就 选择是这条路线啊 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对我们去看看 对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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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到音秀 啊 谢谢 这是乔乔 一乔 你好你好你好 欢迎到音秀 欢迎到音秀 哇真是变化太大了 太大了吧 对 看不出这是音秀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莲华玉 音秀本地人 呃家住在对面的班山坡上面 也是08年的青森经历者 啊真的吗 对 现在呢是这个音秀镇的一个讲解员 嗯 接下来我们就当音秀镇最重要一个地方 群口中学地震遗址 这个是原来学校的校大门 嗯嗯嗯 这个校大门还是没有变的 边上校牌也是挣钱的 哦 哦 哇一进来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哦 我们在这里 举行简短的当年活动仪式 像 512特大地震越南同胞 和在抗战旧灾中 因勇牺牲的英雄 莫哀 像512汶川特大地震越南同胞 和在抗战旧架中 英勇牺牲的英雄 尽献喧花 嗯 放在这里 我记得我来过 你来过这儿 嗯 因为我记得这个 这个石像 嗯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外面的这一块 之前外面是一片空的 一片空的 是 这一座学校 06年9月时候竞争使用 地震前 学校有学生1527人 老师133人 512特大地震发生之后 造成43名学生云难 8名老师云难 2名职工 2名家属云难 一共55人 所以我们现在参观这座学校 是正后唯一保留下来一块 房屋打踏最轻 人员上网最少的 供大家参观于学习 台阶上这面石钟是一周年石 仿造高尔山班 地震当天有一面石钟挂在墙上 摔在地面一个魔女圆样 哦 我们把这面石钟定位是汶川石刻 原来这个地方是学校的一个篮球场 这些树都是之后栽的 原来都没有这些 我来的时候这边全是废墟 一片废墟 这里到处都是奔跑的军人 到处都是救援的部队 我觉得那一幕可能会更加的触动 更震撼 正前方这栋楼地震间 是五层高的高中目的树舍楼 到现在为止 还有好几名云南这遗体 层面于此 其中包括了两名孕妇 这两名孕妇正好是两姐妹 发生地震第一时间 母亲从房里一楼 逃离到广场安全一个地带 逃离出来之后 还想到两个女儿还在房里睡午觉 又返回过去想叫醒两个女儿 谁知道刚好跑到门口 房屋一瞬间完全塌陷下来 父亲断着锅出来倒洗碗水 躲过了一场浩劫 母亲和女儿包括 两个未斥着的孙儿 到现在层面于此 最后一段时间 父亲走到哪儿 锅不离手 一到这里一站 至少站十个小时 从早上在那傍晚 从无声到群层的抽搐 那个时候对于父亲来讲 这个锅就是她的一个寄托 觉得她那个女儿 她的老伴还陪伴着她 人类一生非常地感叹 她也看不了这个了 她走出去的时候 手里拿着口锅 回来的时候 生命中就只剩下这口锅了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深深地打动到了我 震撼到了我 这是写不出来的故事 因为这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旁边的这栋楼 地增前也是五层高的建筑 台湿东副教学楼 地增发生之后 形成了一个跌幅心倒塌 现在我们看到 这是第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教室只有第五层可以看得见 下面四层完全看不见 完全没有 有一名老师叫方杰老师 发生地震第一时间 方老师又跑到门框上 用双手和肩膀 支撑这个门 教导的学生 一致往外走 全门四三二名学生 直到四四一名学生 全部处理到安全一个地带 方老师和最后一名学生 越南在四楼这个地方 最后最终在这边收救的时候 发现方杰老师 他依然保证成了门框一个姿势 就在方老师离开这个位置 长出了一棵树 发现两枝 我们把这个树呢 也称为是生命之树 就像方老师和那个孩子的生命 一直在延续陪着我们一样的 对老师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钦佩 那两棵树 你说都那么神奇 就在那个废墟上 在他们遇难的地方就长出了 那个冥冥之中 我就觉得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人们对他们的那种思念 会带给你很多的那种情感上 心灵上的那种创击 我真的是被这些故事感动到 我觉得你在生死一线的时候 就是人性的光归它就出来了 更让人们懂得生与死 懂得生死离别 你也会要反思自己 我们该如何来珍惜我们的生命 我们来如何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 对对对 哎呀真的就是就是就是 那个你好 欢迎猜我是谁 我怎么怎么称呼你 我是张嘉丽 张张张姐 你是杨迪的妈妈 杨迪你认识吧 哦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见过她 你就叫我张阿姨就可以了 行啊张阿姨好好好 初次见面 欢迎到汶川来玩 我现在去哪儿 我们先去市场吧 哦好啊去集市 我们到农贸市场 这条路我就经常走啊走啊 每天都走 买菜嘛 这是啥水果 这个是我们喊的土耳花 土耳花是什么 哦我们喊土耳花 土耳花 土耳花 不是不是 也可以炖肉也可以炒丝 就那样子 哦清生丝炒 哦对对对 好像还吃过呢 嗯 哎呀 好多没见过呢 哇这极是 我都想买点菜回去了 好有食欲哈 对对看着就 这是国座部的萝卜 这个萝卜可好吃了 甜的不得了 这是萝卜 哎哎 今天在买菜啊 哦 哦干嘛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种的菜 哦 哇 对我们都认得到 哦我都认得到 就是 好 拜拜 哎呦 这个好 好 这些就是牛杂嘛 哦这是肚 要是我们自己组练一下嘛 我们随意去阿火煮 我小点 我这买过你这儿 哈哈 哦这就是肉干 嗯 这些就是牛肉干 风筝牛肉干 哪个好吃啊 肯定这个好吃 你尝一下这个 那我吃 那我听你的 嗯 吃这个吧 嗯 我给切这么小 你回去直接四周吃了就好了 好嘞好嘞 一共多少钱 120 少这么多贵 嗯 就是我刚才给我们买一遍 给你们去买你们高价下 你耳表给我们整费鬼哦 好的 好谢谢谢谢 谢谢 哇哦 收获了 收获了 收获 我有装箱也好 IPP查一下今天的做收获 哎 现在上班啊 哦 那天我在这儿来打酒了 结果你没在 哦 我就说你是 哦你休息了两天 嗯 没回来 嗯 好 拜拜 嗯 哎 哎 妈 就是嘛 我在 杨迪的妈 哈哈哈哈 谢谢 您在这儿去城 那您走路老辈老辈认出来 哈哈 我都会说杨迪的妈妈嘛 我觉得 嗯 他们说是杨迪称我的那个 咱们说你们 称热度 哦热度 对 我说没有了 你啊 哈哈 都是我趁热度的热度 哈哈 哎 现在就已经开始跳舞了 啊 哇这大哥这次跳太好了 嗯 天天他锻炼得得好了 他自己一个人跳 嗯 这个孤独的舞者 哎 哈哈 孤独的舞者 昨天都有得跳 昨天还有很多的 是 我给你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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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跳一下吧 我来不了这个 哎 我跳起来就很很愚蠢 好 舞者给你带来了 你跳挺好的 你跳挺好的 你自己发明的舞 嗯 改编吗 今天跳多久 你个半小时算我 很体练了 问他了 慢生活节奏 又锻炼身体了哈 挺好啊 嗯 对啊 人家继续跳 不打扰不打扰 哎呀 哎呀 本来我觉得四川就挺 适合生活 对对对 生活节奏挺慢的 对对对 生活节奏挺慢的 哦 用这样说 哎呀你这样安逸哦 你有点晒太阳 对对对对 就这种 安逸 哎 你们都开始了说 开始出来了说 哎可以可以 哇 你看 你看 哇 刚蒸好的 哦先蒸一遍 哦刚蒸好 喜不喜欢这个 我我挺爱吃土豆的 我那是蒸 蒸的我还是没怎么吃过 没吃过来 今天吃一个 哎呀呀 直接吃啊 哎呀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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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吃一个 哎呀我可以吃啊 嗯 真的有点烫啊 真的我又开始了 好吃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 特色小吃 好吃吗 嗯好吃 文川也有一次吧 一天开了可能岁数都比你大 哦 93年开了 那比我大 嗯 我95年的 我吃过一次这个蘸辣椒面 特别好吃 我给你弄个辣椒面的吃 哦谢谢 谢谢 你坐这里吧 行 哎呦喂 我已经累了 张姐 这个油炸的就我爱吃你了 来吧 这个你喜欢吃辣椒面 哦我就爱吃备胖 他小弟 每次我就爱吃备胖 我尝尝这个 好吃 你吃吗 哎呀 蘸点辣椒面 好喝 好吧 比薯条好吃多了 嘿嘿嘿嘿 慢慢吃啊 我去买个蛋 多少钱 小姐 不值钱 不不不 不值钱 我现在就跟你说了 不不不不 不不不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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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好意思嘛 看嘛 老板不收钱 忙了我的事 到文川来 阿姨找到你 谢谢谢谢 太谢谢了 谢谢了 哈哈哈 我也吃饱了 那我们就走了哈 要的 好 谢谢喽 拜拜 拜拜 吃好了哈 我吃饱了 感受如何 我想躺着 哎呀 晒太 真的比想 但是 等于是 你觉得 吃比想象的 要好许多 是吧 对 哈哈哈 张阿姨 我就是一个 文川人 积极生活的一个典范 他是真的 跟这个地方是融合在一起的 我跟他上大街 就是这个人跟他打招呼 那个人跟他打招呼 你们都还有这么多辣椒 今天不卖明天了 聊一些很日常的话 然后大家很熟悉 生活虽然不是说多么的奢华 但是大家就很满足 而且人对人的这个善意 我觉得是很纯粹的 就是一个很 我挺向往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你看好漂亮哈 哇 风车 你看漂亮嘛 风一吹 哇好漂亮 像拍偶像剧一样 现在 哈哈 我这个向导给我 太太太太 太专业了 像不像一个向导 太专业了 没有 无论从张阿姨身上 还是集市上 感觉到他们已经 就从这个所谓伤痛和苦难当中 就已经走出来了 已经回归到了四川那种安逸 那种很闲适的一个生活的感觉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哇 到了 这里看起来特别像慈吉克 不会就是这里吧 就这里啊 那这里不是吗 就这儿 牛车是吧 哈喽 哈喽 欢迎欢迎 嗨 给你们买水果 哎呦 谢谢了 奶奶们好 哎呦 你们好漂亮呀 哈哈哈哈 来吃锅子吃锅子 谢了谢了谢了 不谢不谢 一会儿再过来 一会儿再过来 爷爷们忙着呢 爷爷们忙着 哎呦忙着下枪去了 爷爷给你两个橘子 拿着吧 爷爷吃锅子 我们两个是重庆人 重庆人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讲四川话 哈哈哈哈 哎咱们这个是 就是相当于免费给 免费 我们是这儿允许的资源者 哦 因为地震过后 我们这儿就是大安的地方 那我们也有一颗感恩内心 感恩内心 那我俩可以学一下吗 可以可以 今天一个正式加入了我们 温泉只要这儿啊 好的 好的 不错不错 那我来了 爷爷 先到后面给你打端 打薄一点 好吧 需要的背头啊 背分头 想做背头啊爷 哎呦 你们这个背头 爸爸你紧张不 没的 你不紧张啊 我也给你弄好看的 给你剪个层次 造型 这个是 切了四份的公主切 怎么笑的啊 真是称次造型 我期待我要给郭文剪一个 这个年轻的很的发型 这个头发很调皮啊 完美 帅得很 帅得很啊 满意再来啊爷爷 帅帅了 帅帅了 爷爷害羞了 爷爷害羞了 帅帅了 爷爷害羞了 哎 mural 我来给你们表演个魔术 给我留个座位吗 我从里面找出两张牌 我找好你两张牌 然后我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桌上 另外一个魔术大师 他其实已经 给我安排在了你们其中 婆婆你来帮我发 其实你也会魔术 我现在偷偷 帮我的那个魔法传输给你 我来两张牌 厉害厉害 我太厉害了 一哈就找到了 是你厉害了 这个是你变出来的 所有的老奶奶老爷爷 我觉得他们很淳朴很可爱 现在笑得比任何人都开心 你眼睛里是有光的 就感觉这边跟我的记忆中的 印象中的汶圈好像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说实话我们到地震前 这个县站是搬了几百倍 说实话 好的很 希望你们很多来 老人们他们身上特别活力 面对生活特别的乐观 而且他们同时也告诉我们说 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还能过上今天幸福的日子 所以他们更能够明白生活的幸福是什么 音宿花开了 音宿花开了 女儿飞来标 穿清水流在地盘 沙满真情和阳光 吉祥的光 不如环绕着你 想着寻动声 惨来无比 啊 见 见到我了 见到活的了 老人家给我做一个动作 做这个 吉祥的光的做这个动作 哎呀 吉祥的光 吉祥的光 要送祝福啊 要吉祥的光啊 吉祥的光 吉祥的光 环绕着你 想着寻动声 惨来无比 大家好不好 好 我就用这首祝福的歌啊 祝福我们的村子越来越好 我们村上 由于周总帮复我们村 随时在这里呢 一日三餐 老人的那个营养餐都在这 这个钱呢 由我们周总出 这是我们村上的其中一部分老人 到时候在电视上再看我唱歌啊 行吧 那我们就告辞吧 小心台阶 好 你去看看吧 这是自己种 自己种自己吃 这是他可以弄啥菜 这小油菜 小白菜 小油菜 挺好 有个小院 吃一把回去吃 好呀 我们扯一把回去吃嘛 我拿商量 你的带不送响 你看看 真的 有带得 好 那你帮我选一选 晚上我们做夜宵的时候 对 我们就拿这个做 好 得 够了 够了 我们回去下面 有收获今天 收获 这些是地震之后出生的孩子 来 跟我们一起吧 看看你们的村 这就是你们的村庄 多好 叔叔可喜欢这儿了 两位老师喜欢这儿 怎么说呀 四个小朋友 欢迎你们常来这里玩 好 谢谢 你们平时听歌吗 听什么 听比较流行的那种歌 你说一个 泰国庆是他的歌 泰国庆 来一首 一年有365个日出 我送你365个祝福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叔叔给你鼓掌 真好 一年有365个日出 我送你365个祝福 对 耶 耶 好棒啊 在村子里那几个小同学 小姑娘一起聊天 陪着你一起参观他们的村庄 那种大气和自信 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地震的灾难 但是你会觉得这真的是新的农村 我觉得像个旅游圣地一样 所有的那个楼房都建的都跟 就跟大城市的连体别墅一样 而且呢 经过整体的那种规划和修缮之后 那完全是一个新的村庄 我觉得也有人性化的设计 让我特别感慨 他们每个人的屋前屋后 还都留有一块小自留地 很多老人家你看在那拔菜啊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有生活的那种乐趣 特别的好 你看 我们就来到了奇艺映秀中学 上学了 还是挺大 依山傍水的这个学校 一会我们 我们嘉宾来了 他们都不知道您来 他们都还不知道 对 就给他们个惊喜 惊喜主持人 好 那我一会还要藏起来 我是这边 哎呦 都是 都是学校的那个小桌子 小凳子搬出来 对 你们好 你们好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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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把阿姨 阿姨藏在哪儿 我在那边吧 藏在那边行 我把你藏在那边 你坐在那后面吧 好 我就在这里 可以 你去吧 我去跟你们站在一块 迎接他们 池子在那儿 哎呀 我们的假阿兵来了 你这个假 假式专华 哎呀 怀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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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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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那里写着你的名字吗 你们去坐 坐 你们坐啊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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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就我们俩来了吗 来人来人了 算了 谢谢 谢谢 欢迎你 我都没发现 你隐藏在里边 我还在笑 阿姨 哈喽 看到了鞋 彩老师来了 谢谢 谢谢 欢迎 里边走 欢迎 欢迎 里边坐 一会上台 又开始疼 好心脏 既然大家都已经做好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神秘嘉宾 我给大家请出来 阿姨准备好了吗 阿姨准备好了吗 开始 我们开始 开始了吗 来 哇 蔡老师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你们好 那我现在开始主持了 哈哈哈 开始 我最亲爱的朋友们 这儿太足了 首先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就是 人见人爱 花 花见花开的莉莉子 张嘉丽阿姨 也是杨迪的妈妈 耶 很开心 很开心今天我能成为 希望 希望的田野的 汶川站的 Nikman 是什么呢 阿姨悄悄告诉你们 其实就是 当地的汶川人 Local Local 接下来 接下来 由我隆重宣布 希望的田野新汶川 推荐会正式开始 哦 首先我们有请 齐宜中学 熊卓副校长 上台发言 有请熊校长 我呢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七英秀中学 地诊前 叫玄口中学 在地诊中 我们的学校 全会 我们 得到了 乃至全国 各地 各界的 关心 和支持 学校 正如新的汶川一样 从 悲壮 走向了好办 整个汶川的教育 在地诊以后 得到了 恢复 全面提升 我们一定怀揣着 一颗感恩之心 前行在 阳光的春天 最后呢 要祝我们 各位嘉宾 各位父老乡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 有请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不紧张 不紧张 稍微有一点紧张 稍微有一点紧张 没事 加油 加油 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我们的冰糖心 有请我们的唱主妹妹 把我们的冰糖心 带给大家 品尝一下 真实的 吃不饿了 嗯 好吃 不腻 清脆又甜 对对 你是我 你想要小苹果 哎 哎 真的是这么开心 哈哈哈哈 到时候就这样卖啊 对 我是温川 免治镇 江峰村的 今天我是85岁了 今天你85岁了 85岁啊 85岁啊 哇 哎呦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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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呈 我叫万有龙 他是我的爱人 天呐 好有爱啊 这个天呐 从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婆 从他们手上这样子 传给我的 因为我从小就跟他们学的 他是国家街的传承人 天呐 天呐 这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这次推荐回来 我们这个全球呢 要推到全国地去 我们要一代一代的集成下去 不能在我们这一代 就把它撕去了 就不行 不会的 我们一定把它推广出去 太棒了 太棒了 我也邀请了许多当地的老百姓 给大家一一推荐 新汶川的好故事 希望我们现在的新汶川 能被更多的人知道 废话不多说 有请 汶川县大同社工志愿者队长 马琼霞 汶川的原儿父是 蛇沙 迪迪雏行的司机王立 汶川学生代表 王月嘉 大家好 我叫王月嘉 今年十一岁了 我是一个幸运儿 生在地震之后 我们的学校 可以抗那九级的地震 有那适时设备 高端的医院 和那快速便捷的高速公路 因为所有的爱涌向了汶川 我们才有了一个 发达美丽安全的汶川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许多的小礼物 这些都是我和同学们 亲手制作而成 他们虽然没有精美的包装 但是我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 来表达每一份 对汶川的善意 从13年开始 我们这次志愿在队伍 不管刮风下雨 会在节假日期间 设立志愿服务更 为前来营修参观的游客们 送去免费的开税 避数用 本等的服务 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是在向我们的恩人们学行 先把这份打爱精神传递下去 我在社区中服务最长的一位 73岁的老奶奶 记得第一次开车带奶奶 去了医院门口时 我想扶她进去 奶奶怕我被感染 坚决不同意 当时我看见她摇摇晃晃的背影 鼻子一下就酸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老人都还保持着坚强和善良 作为青年人又有什么理由懈怠呢 在我有能力的时候 竭尽所能为我爱的城市做贡献 让武汉更快的好起来 就像咱们如今的汶川一样 生机勃勃 换来疫情 到达武汉后 我觉得特别巧的是 我支援的这所医院 在12年前 正好是收支汶川商园 转运到武汉救治的定点医院 而每天指导我的护士长叶曼老师 他当年也是 每天悉心照顾汶川商园的一线护士 在12年前 他和我现在的年纪一样大 12年前 今天我是受助者 今天我成为了援助者 而今天的受助者 又将去援助他人 把爱传递下去 谢谢 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 已经分足感受了汶川的魅力 相信各位一定对这里有了不同的感受 有请你们上来分享今天对汶川的感受 今天我是和颜琪一起 然后我们去到那个应秀镇 一个老年活动中心 然后见到了很多的爷爷奶奶 其实我们去之前 我和颜琪是想说 我们去带给爷爷奶奶一些快乐 但其实我真的没想到是爷爷奶奶 带给了我们很多快乐 看到了爷爷奶奶们 他们真的比我想象中有活力 作为90后的我和安琪 可能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来参加这次推荐会 能够把更多的东西推给全国各地的朋友 让大家看到我们新汶川的汶川精神 能够让大家都一代一代的传承 这样的精神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汶川就是给我的感觉 其实挺震撼的 因为我就去了炫口中学 我就看到了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全部塌陷下去了 本来是五层高的楼 当时我就是被震撼住了 我就写了一首歌 叫做《你的声音》 我觉得就是你的声音 请让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 让我还能坚定地相信 那个人还是你 这是我的感受 然后我决定把这首歌好好地写好 然后送给你们 那我今天一路上沿路 从机场一直到映秀的路上 我感受就是没有一个地方的人 能够比我们这里更加团结 没有一个地方的城市 能比我们这里的房子 现在造得更加坚固 就充分地展示了一个不破不利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 所作所为吧 能够帮助到这里的人 能够把这个好的产品啊 好的文化能够发扬出去 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站在这儿我觉得真的是 我很有感慨 十二年之后 再次能回到应修镇 既能够对过去过往十二年前 那个景象我不会忘记 但又为今天的新文川这个景象 又让我从内心感到莫大的惊喜 这次呢我们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要把新文川 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希望田野的直播间 推荐给全国的父老乡亲 让他们看到一个崭新的文川 看到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奋力前行的一个文川 让他们知道新文川有很多的 好玩的好看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 是 所以这次来我们的确是有太多太多的感受了 你们能感受到他们的真情实意吗 能感受得到 对 在这满怀激动又紧张的心情下 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场新文川的推荐 接下来有请工作人员 发布这一站的直播任务 太难了 任务来咯 一 二 三 一 什么 直播观众量答 多少人 四川是不是故意啊人口 一个亿吧 一个亿 把四川拿下 你们想达到什么量就能达到什么量 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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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露动可以 但是我们这里还是要写一个 不写是不能过关的 我们会转发 上亿吧 我们要全部和你转发 全都把你转发 我要转发 全都把你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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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是一个顶 十万是顶了 你们想一想 九九 好 九九刚才那个 我们的枪族的那个 飞仪上面是九九归一是吧 就九九八 九万九千九万九十九 九万九千九万九十九 好 我写了 好了 好 九万九千九 九万九千九 感恩天长又地九 直播新问船 直播观看亮达 九万九千九百人 让更多人认识问船新面貌 我们会加油的 在人数上 观看人数上 能不能有巨大的提升 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 也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这是应秀的城区 应秀城区 大家都是这种房子 统一秀的 哦 这是统一秀成这样的 那真漂亮 撤吧 安琪老师 辛苦师傅 走吧 刚刚刚杨迪还给我发微信呢 说 嗯 好 照顾问一下我妈妈 我说放心 妈妈很可爱 他说你都可以自己跑通告了 哪里 茶箱子 茶箱子 这里 哇 这个门就挺不错 哇 这个院也好好啊 哇 这地儿也太好 哇 咱们住这塔楼啊 哇 好看啊 看到啊 玻璃房啊 好漂亮 这边都是好漂亮 这里环境好好啊 对 一山傍水 哎 清静的一个人 今晚上我们就如坐这里 哦 这样子的 哇 榻榻米 这也太好了吧 哇 这门口就能坐着喝茶 还没能看到那摩天伦 那椅子西村 这个摩天伦今天说的 好想送他们三百六十五个祝福啊 转起来 哈哈 吉祥的光转起来 哈哈 好了 我们分房间吧 好 分房间 这是什么意思啊 哦 就写上咱们的名字吧 你的三个字是什么来的 张延祺 我是池的 池 池 池菜池 池 池菜池 可以吧 池菜池可以 我写这儿可以吧 齐千大上的天 哎呦 哎呦 洋气了吧 洋气了 哎呦 国际画 那我这也得整点特殊的了 哎呦 就这样吧 行 吴庸社怎么样 可以啊 修身养性 可爱之乌 小心一点哦 我们上楼去看一下 好的 好的 小心 小心 这 哎 不冷了 他就知道 不能死了 来 进来看一下 太棒了 这也太好了吧 跳起来了 各位老师 我们这一战呢 有一个新的任务 就是你们之间 需要选出一个团长 蔡老师 我觉得蔡老师 张阿姨 哎 不不不 团长 我觉得蔡老师 对团长这个词 都更熟悉一些 对 团长指挥一下 蔡老师是团长 不不不 大家的信任很重要 但我还是多培养 年轻年轻同志 重要的 让年轻同志练一练 陈锋波浪的姐姐 年轻同志 姐姐特别有思想 行 那我做团长吧 好 行 张阿姨当团长吧 谢谢大家的信任 我尽量做好 又是个硬仗 九万九千九啊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品 这但是有上一次的品 你看下面 这不是宝贝 这就是新的吧 这边的 新匠 新匠 这些东西都好像 都差不多 手丝 还有水 这都一样的东西 内容差不多的 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故事线 就把它连起来 串起来 那么晚会似的 对 一步一步地 引出我们的产品 这样 就是多来一些 小品类的 是需要有内容 所以就需要文案 我觉得这次文案很重要 今天那个雪芹也没来 这个任务只能你来 张延祺他说他擅长文案 什么就我擅长了 你刚才不是说你 你来干吗 你刚刚说说就想做文案 我可没说 调素材调素材 哈哈哈哈 之前想要这是写文案的人 只能是你了 对 池子来吧 行 我我我策划一下 我想一想 走吗走吗 就还是从零开始 其实就是那种 赶压的上架的一个感受 挺难的 村长坐桌上吧 我跟池子老师 做这个文编部门的 文编部门 你跟池子老师分一组了 是吗 对 感觉挺不错 我们这个直播的那个目的 不是卖出货是目的 是为了观看人数达到九万九千 它最后的一个效果 是为了宣传和推广 池子穿现在的一个 风貌 如果是用这个做一个主目的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内容上 可能有些调整 安琪尔 我觉得这一次要不要来点才艺表演 对来 可以 对 反正这都是我们可用的东西 对 就是所以要编排一下 要 然后到时候我们就演就好了 嗯 迟到 你看我这套方案 你这套方案 我准备去给咱们做一个 提前宣发的海报 你做一个 对 咱海报就长这个样子 就到街上去拍 就是大概20个 就是汶川人的笑脸 然后做成一个 仿绿周的这个 然后底下的题目就是 希望田野新汶川直播 然后时间加上 喜欢的人数正好就是九点九九万 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发点东西会 对咱们这次有帮助 因为第一次没试过提前宣传吗 可以 其实我们如果要设计 这个直播场景的话 明天晚上 是枪足的一个什么节 一个过年 像百家宴似的 直播箱弄到那儿 我觉得太热闹了 小心车门 来到了 宇子熙峰会场 我觉得这个 宇子熙大院真是可以讨历的 所以这些人 需不需要也到时候请过来 我跟杨迪连线 然后我又写了一首歌 来这旅游的话 就可以住到这样好玩的民宿 我觉得跟《勾火》网会 是完全非常搭的 把人物也介绍了 他们现在在商量这个台本 《望里加》内容 今天晚上十二点前 能拿出来吗池子 十二点 好 可以 好的 你们先回去吧 明天准时收 对不起了 先回去 十二点钟 准时到你家敲房门 诶 池子好了吗 我给几个导演打个电话开个会 他今天晚上真的要出来 我是觉得我能给一个框架 但是内容还是 就是产品信息我可以给到 我觉得不是产品信息 主要是内容 逐字稿 这编剧的词你得有啊 如果还是变成一个人讲产品介绍 就跟我们之前没有区别了 说实话很难做出区别 但是我可以尽量地去做更多的环节 去让这个事儿更有趣一点 就几个重要的我觉得 能写成有小剧本似的就OK 是 加紧落实就行了 我觉得今天可以了 刚刚是打电话的时候 没有时间没有 要不等一下 你把电话打一下吧 那打吧 来 喂 你好 喂 你好 是溜溜牛吗 我是 你好 我们是那个芒果TV 希望的田野导演组 辛苦各位 明天见咱们 明天见 那好 那明天下午四点半好不好 我们到茶箱子 好的 你给我回过来 好的 他都能给我回 你要不先去休息 我在这儿打 没事 我跟你会儿吧 松荣通知了是吧 嗯 松荣通知 他等等给我们回话 喂 你好 是硬秀花开吗 对 你好 是那个冰糖新苹果吗 您能明天拿着您的产品 然后到硬秀镇的茶箱子吗 可以的 好 那就明天见呗 好 等会儿 沈依姐聊完了吗 聊完了 怎么样 我们把明天的行程对了一下 今天晚上你真的要把大纲写出来 写 我一定写 嗯 所以主要是内容上面 就只要靠你了 靠我 现在内容咱们特别大 放心吧 你别放心了 你把难题给姐讲一下吧 我要请三个歌舞团了 就放心了 咱现在特别不放心这个内容 我们 我们来一个佛系买会 就是链接 十五个链接 上 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 参与表演 我突然突发 突突发起响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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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直接准备十五个节目 每一个商品代表一个节目 你屁股哪个节目 你就买他的商品 你选十个节目 我选五个节目 牛肉酱代表一个 苹果代表一个 如果你觉得苹果对表演的好 你就买苹果 谁的成交量最高 最后就会获得咱们这个 新汶川才艺之王的称号 那你觉得谁会来演呢 就是那些厂商 联系那些就是歌舞团 老大爷 老大妈 歌舞团谁要看 人家要看你演 这么精彩的大型线上直播 农产品选秀节目 我觉得没有人做过 这提议不错 我感觉姐心动 我像把汶川的叫来 你只要把它写出来 落成文字好不好 落成文字 不一定很简单 但是 就是我们呀 明天就把能见的 能请的都请的 我觉得这这么不错 我已经陷进去了 我已经被我自己 这个构思陷进去了 这个你们俩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今天晚上出来方案 但我真的迟到 我这个 我这个idea 我觉得绝了 我说你真的冷 真的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这样一样 不是 我后把衣服脱了 有一说一 我觉得我这个题真绝了 我这个题太棒了 现在我已经 把它更提升了 一个2.0版本了 就这么短暂 就你既要推荐的是 他这个作品好在哪里 又要推荐 他的这个 带的这个货好在哪里 就比如 这个就是溜溜牛队 然后我就说 溜溜牛 刚才那个表演是非常的 唱功非常好 而且溜溜牛这个吃的呀 哇相当的可口 弹爽 为什么唱的那么好 就是因为吃了咱们这个溜溜牛 那就再加上一些那种夸张的中差 我们也得表演 哦 太聪明了 咱们不是导师 咱们是这个新推官 咱们手下带领着各自的队伍啊 我就为我的队伍带货 对吧 我又评价他们的表演 又为他们带货 我这段拔高 简直 就要是蔡国庆老师来念就好了 哦 这个镜头啊 镜头对准我 对好了啊 农产品和手工作品的品类繁多 从侧面反映了新汶川经济建设的大成功 文娱节目与农产品的大胆跨界 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是新农村的一份子 我们是出生的太阳 这段简直了 扒高 从来没有这么一档选校节目 又是导师又是学员 我自己评价我自己的表演 啊 轻点 上头了 我上头了 我太上头了 要出事儿 怎么样 我这个方案如何 我觉得可以 你说实话 你说实话 不是 我觉得 我不拒绝任何新鲜的想法加进来 真的 如果按照你这个推荐模式的话 每个人的产品都得有节目 对吧 对 每一个产品都是代表着一个节目 假如说它有十个产品 我认为 咱们的努力加上村民自己的天赋 给不到十个节 十节目我觉得没问题 没问题吗 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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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四个吧 大家再找六个 怎么都够了 我这个私如全用 整起来 崩溃 赶紧崩溃 好难哦 好难哦 对 你这是个什么 你这什么也挡不住 我不想活了 这就是写不出本子的人的日常的夜间状态 每一个每一个节目 每一个团队 每一个队伍 嗯 陈多老师就没干到几点啊 好累哦好累哦 好难哦 好肥哦 好肥哦 好累哦 好累哦 哦 哦 还可以 还可以哈 还可以 晚晚不能跟十拉机放在一起 早安 不能跟十拉机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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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拉机放在一起 主要是池子 主要是池子 你们内容 不是池子 是谁啊 是你 哦对对对 十个那个十个品 你有啥想法 因为其实我想的是 因为咱们不是核心还是要突出的是 新汶川的大家的一个新面貌嘛 所以我的想法是 大概咱们就做一个 类似像农产品选秀一样的 乘风破浪的农产品们 就是每一个当地的池子 代表每一个农产品 然后他们会自己准备一个节目 然后我们就作为像是 轻推官一样的人 然后来带动这些产品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想法是可以的 但是十个节目太多 一般选秀的节目 也会有一些人先去筛选 哪些 就像海选一样 然后挑出来比较好 然后才会到电视上播出 但是这些农户一般 不太会自己表演 你得培训他们 就这一轮 我们现在可能没时间 做这个筛选 这里第一感觉还是觉得很可惜吧 因为毕竟想了一晚上 自己特别投入 觉得这肯定大家都喜欢 但是第二反应的话 就是大家确实 他提出的也是有道理的 然后我这第三反应 就已经开始综合计算 如何去修改方案了 对 你当时没有一点想要再坚持一下自己的想法吗 完全没有 你就别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写段子 对 我写了 你写啥 我还写公益广告 你写的啥 分享一下 你读了 我想了很多个环节 比如说 拨着拨着可以穿插有 比较夸张的广告 就是假如说卖这个苹果 他说 安琪你这皮肤为什么这么好最近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特别那种 特别老套的广告的方式 他说 那这个从哪里可以买到呢 就在这个直播间 就开始卖这个苹果 还有公益的广告 公益广告挺大的 安琪叫说 他这个苹果是吃完了 就放在这个垃圾桶里 安琪 你怎么能把垃圾乱扔呢 然后马上就是特别真诚地说 现在是垃圾分类 保护环境 刻不容缓 从你我做起 然后还有 还有 我觉得大家听完就沉默了 我演出来就好 这个事情就不要弄得特别深 就好像故意讲这个段 完全是不对的 完了 这是我们经验上不足 很不擅长 你好 我跟直播团队老师对接一下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空间 备货和准备收的产品 这个桌子太小了 老师们 这个设备这个单子 我要交给谁 就是只要提词器能够正常运转 白板能够使用 其他的东西 在正式直播开始前的 半个小时能给到 六点半 对 你再给我示范一遍 张阿姨出场 全场就开始鼓掌 美丽的故乡 美丽的故乡 还有四姑娘 张阿姨一出场 全场来鼓掌 特别棒 我们上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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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分钟了 张燕琪人 好 一分钟到几时 一分钟 你知道他们表演节目的时候吗 我大概会Q老师准备音乐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麦送过去了 好子最后一下 老师 老师 可能您得主持一下 让大家都在那边候场比较方便 大家都集中在那边是最好的 辛苦您 已经开始了 张燕琪 多少刀几时 张燕琪 亲爱的各位乡亲们 大家好 曾经援助过汶川的十五勇士 我想在这样一个欢聚的夜晚 我们心里怎么能不想念他们 不会吧 谢谢 从4999米那样的高空纵身一跳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救我们的老百姓 当人民有难的时候 你们拼死相救 你们是共和国 永远最光荣的战士 谢谢解放冰 哪里有困难 哪里久有你们的身影 谢谢你们 上微博参与希望的田野话题讨论 和节目嘉宾一起边看边聊 感谢特别合作媒体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首席合作媒体 央视频 首席合作新闻媒体 新浪娱乐 新浪新闻 深度合作媒体支持 中国妇女报 中国家庭报 中国青年杂志 人民文娱 短视频互动平台 抖音 感谢新闻客户端合作 今日头条 新华网客户端 凤凰新闻 一点资讯 ZAKER 封面新闻 深度支持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特别媒体支持 中国理由报 特别合作 百度贴吧 百度输入法 网易游道娱乐 咪咕圈圈 橘子娱乐 硬客APP 鲁大师 智行 达达快送 一代价 WiFi万能钥匙 闪蒙 去头条 网媒支持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环球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粉丝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扑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新浪湖南 腾讯大香网 大众网 亚洲娱乐网 熊猫娱乐 亚洲文娱 亚洲影视